为了让青年学子更能够了解到花莲在地的文化 花莲高中第一老师谢春英特别和花莲施工所联系 希望能够为学生进行一场市场的导览活动 让学生们透过实际的感官来贴近传统市场的功能 花莲高中的同学们带上导览机走进重庆市场 跟随着智智会主委陈爱玲的导览 足以认识包括原住民、新住民、闽客等传统摊商 以及获奖的乐活名摊 更体验到挖瓜牛的独特手法 这样跳出来 之前都会逛菜市场吗 不会啊 所以这是第一次 对这是我第一次 那你觉得有这样的课程安排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怎么说 因为它让我了解我居住的地方 但是非常的开心 能有这一次非常特别的机会 与其坐在教育上开可以过来逛市场 觉得非常不错 这是日前 华莲高中地理老师谢春英 特别利用高二下学期的探索与实作课堂时间 为同学们安排的异常市场导览 希望能透过实际走访 让青年学子更贴近传统市场 也了解到华莲的在地文化 这个课程的设计主要是希望能够带同学们去做生活的体验 比如说到传统市场来看 然后呢看看呢 现在一般的消费者 他们是在传统市场里面进行哪些采买的活动 因为对年轻一辈的孩子来讲 他们熟悉的购买的平台可能是像便利商店 或者是像全联等等之类的 但是这些地方他们接触到的食材都是属于加工的食材 他们根本不知道作物是长成什么怎么样 食物它的长相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来到了传统市场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鲜活的教材 他们可以透过眼睛还有耳朵 然后了解他们跟土地之间的关联性 因为传统市场真的就是满满的人情味 我相信刚刚的同学都可以感受得到 它不会像跟大卖场他们的区别 就是这样买东西 就只是单纯的买卖 那我们摊商就会很热情的跟同学介绍 这个食材的来源 然后甚至它季节性 然后它要怎么烹煮 都会跟同学讲解 我觉得这是跟一些卖场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活动委身主委陈爱玲也准备了市场内的名摊美食 给学生们带回去 希望能借由这次的机会 让年轻人走进传统市场 了解市场的历史源源及脉络 传递温情还能顺道跟摊商聊聊天 让市场重新活络 也让逛传统市场 不再是婆婆妈妈的专利 更是年轻人寻宝的好地方 重进市场站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